在醫院就是病人進來 然後我們服務他們這樣子 那在學校的話 因為我們是偏鄉小校 那我們需要走出去 去發現他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怕學生不會主動講 改由我主動的方式去發現問題 會比較適當一點 其實我們也是陪伴很多病人 就是走過人生的旅程 然後也幫很多的病人完成他的心願 護理很像一場舞台劇 不管是任何的挫折或是成就 都會在這個舞台劇裡面 就是自我成長跟學習 每個人的往生的方式 還有家庭的互動跟支持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都是不同的生命經歷的學習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對我比較好的養分 最大的期待是病人可以好好走 然後家屬可以好好活 護理人員不是沒有感情的 誰說我們會忘記 我們那種carry 那種關懷照顧的心 其實沒有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努力 不見得會有好成果 但我覺得我盡力了 因為在江戶病房裡面 他可能這一秒你跟他講話 但是下一秒可能就在急救了 如果要是我沒有及時去發現問題的話 可能我沒有辦法及時去處理病人的狀況 讓我不斷不斷地一直等在學習 所以我真的是要感謝這一些病人 醫學是照顧人的病 但是護理是照顧病的人 社區並沒有病床 但是人的痛苦就無時無刻存在於他的生活場域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護理其實就是陪伴 或者是跟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我覺得護理人員最難的是 因為其實大家一直在說服務 但其實我覺得不應該局限於服務這兩個字 應該是講同理心 你希望你的家人收到怎麼樣的應對 那你應該以什麼樣的應對去回復他人 對 所以其實這就是同理心 護理它不只是一個工作 也是一個住人的行業 我多做一點 你多做一點 那就是會鄰居更大的力量 創造一個護理的價值 就是將它幫助更多的人 我們做的護理評估 不是要我們寫在護理紀錄上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評估 怎麼透過你已經有的專業訓練 然後把它化為幫助病人 跟幫助家人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愛就是在別人需要的地方 看到自己的責任 幫助一個女生就是成為一個女人 然後在她的重要的階段的過程當中 做最需要的一個陪伴 然後幫助她成為母親 只要參加他們想要 他們願意 那如果我的能力範圍許可的話 我就會走到我不能做為止 在工作中沒有人不受 不會有挫折 而且不會有人就是一路都很順水 一定會有遇到挫折跟困難的 但是過程一定是辛苦的 可是結果是美麗的那就夠了 然後你問我護理是什麼 我只能告訴你 她是我的一部分 個人覺得我的工作 其實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一個正向的思考 當然我的背後有家人的支持 這也很重要 同事主管的支持也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自己要正向的信念去完成一件事情 你今天把你面對到的每一個人 都長做自己的家人 可能大家都聽過蝴蝶效應 我覺得在職場的工作也會 當今天你很真誠地對待每一個人的時候 在旁邊等待的人都會看到 因為她現在在交互病房 就是只有你能夠照顧她 因為她家屬就是就進來會客這半小時 你就是她最重要的家人 有時候你都預期她會即將面臨死亡了 你要叫她這所有的家屬來好好的跟她道別 因為離開了就什麼都沒了 因為我們也是人 如果她凹不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轉過身也是會掉眼淚 但是我要用更專業的態度去面對這一切 要比他們更堅強 我會祝福這一些小生命 就是祝福他們如果這次不行 下次選擇一個好的娘胎再投胎這樣子 雖然她是可能人生當中的最後一個階段 怎麼樣陪伴她 是她最快樂她最想要的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 那個的時間的長度 可是我們可以決定那段時間的寬度 有時候他們是躺的進來 然後可是是走的出去 你就會覺得那成就感很大 但這中間會遇到 她可能前天在跟你打招呼 可是後一天她就忽然走了 的那種失落感 不過就是 可能因為我受我奶奶跟我媽媽的影響太深了 對 所以我就想要說 可以幫助誰 就幫助幾個人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單純 就是可以提供一個好的照顧 然後她經過我們這些照顧 可以得到一個好的就是說 恢復了 然後獲得健康 這是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成就 無論是家屬或是我們 都需要被同理 同理心的解讀 可以把它解讀成 就是認同理解你的心 在完成任何一個工作的時候 當然沒有辦法說一定要達到 我自己的期待 但是我就是盡力地處理好每一件事情 護理就是一門藝術跟科學 但是我這樣一路這樣走來 我覺得 它其實不只是藝術跟科學 它更多的是一個責任感 對自己 然後也包含對同事 那也包含對病人 它是整個團隊上都必須要有的一個責任感 因為在安寧我可以帶給他們的是安心跟寧靜的一個環境 我要怎麼樣把他這一個他的人生歷程 帶到行李箱把包起來 然後我們等他慢慢地 我們讓他給大家呈現 先看他的東西在這裡 那我們怎麼讓他去走完這個路程 這才是我最愛的地方 醫療是一個團隊 不管是一起要照顧這個病人 不可能只靠我自己的一個人的力量 不管是跟著醫師 各個其他的一些可能治療師 大家都是一起合作 都是讓你可以支撐下來的一個動力 從事護理的工作其實也是要你樂觀 然後你自己要有積極的態度去做一個學習 而且現在也要永續地學習 因為我們又會有不斷的課程 那其實護理的工作也是會看到心形色色的人 但是你會越挫越勇 就以疫情來說 他們反而每次都會 因為疫情就會有很多消息 其實很多民眾會打來衛生所 澄清這些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單純的護理 其實說你說澄清那些消息其實不是護理 但是那是一個健康需求 或健康資訊的傳遞 讓我們要肩負起來的就是這個責任 當我們有機會 可以照顧那些很弱勢的人的時候 可以去發揮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努力 我們人不是十全是美 我們終究是人 我們不是神 你知道多少 你做多少 你曉得多少 你說多少 其實這樣子就OK了 護理這條路就是 所有的路程都不會是百分 因為你走過的每一件事 過的每一個環節 它其實都是你成長的養分 小樹苗要整成大樹 就必須要一直灌溉 一起去吸收 一起去成長 變成我可以去分享帶後進 一起前進的一個力量 不要自己顧負自封 不要認為自己以前什麼都對 有時候你就要聽聽他們的想法 你要有熱忱一定要有愛 你有愛你才會去關懷 然後你才有辦法的這樣一路的走下去 因為我對別人有愛有關懷 然後別人回饋我一樣也是愛跟關懷 其實你的成就感 大部分有的時候是來自於 一個手術團隊的完成 這個病人他獲得很好的治療 他可能後續回到病房 他可以解決他生病的問題 或者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成就感 有部分是來自於這裡的 會覺得很辛苦是沒有關係的 有容乃大無欲折缸 有容乃大就是說 我們容的是說各式各樣的病人 各式各樣不同的階層的人 想要有一樣健康上的平等 無欲折缸的話就是說 我沒有個人的一個利益 個人的需求 只是為整體來著想的話 你比較會有動力想要做下去 折其所愛愛其所折 既然我已經選擇了護理這條路 那我就要把這條路走好走滿 因為有時候人生不是只有 在追求金錢的部分 成就感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情其實才能真正的 讓你在職場上做得長跟久 從事護理工作 其實不是在要求病人或家屬 給我們回報 而是我們自己有福分 跟緣分可以去做這樣的工作 然後讓自己可以更多的一個獲得 這就是真正的護理工作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團隊裡面 缺一都不可 如果抽離了任何一個醫事人員 當然護理更是 我覺得我們在 尤其在專責病房 護理完完全全就是病人跟家屬 中間溝通的一個橋梁 管道代言人 縮小自己 把病人的權益放到最大 讓病人在醫療端得到一個最好的照護 看到他逐漸的變好 你會覺得你有收穫 然後你也會覺得 這樣子的醫療治療的情況之下 跟會議人員的協助關心之下 病人其實是可以變好的 如果這個孩子 我們真的已經到了醫療的極限 就是我們真的不能再做什麼了 但是我轉換成就是我要照顧的 應該是他的父母 父母要怎麼能夠去接受這件事情 他們也不會覺得有遺憾 或者是覺得說 好像是因為我沒有照顧好他 所以讓他生病 然後讓他離開這樣 可是我還是覺得 護理的工作真的需要放感情 我覺得愛你這個工作 可以去同理你這個所有病人的 所有產婦的一些喜怒哀樂 我覺得你會再幫他接生 甚至接受到 因為在痛他可能叫 甚至我們還有同事被咬 這種的過程中 你比較可以用同理心去釋懷他 Care、Concent、Compatient 就是照顧 然後悲悯跟同理 這三個一個三性的概念 帶給我一個對於 護理臨床的一個護理心 因為精神科病人 他需要我們用心去聆聽他 其實他們能夠穩定的生活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 很高興的一件事 不管我是在臨床 做評判或是什麼 一定要有一個專業的態度和熱忱 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堅持自我提升 我希望說未來我能夠把這一塊 不管是藉由國際期刊 可以讓更多的人看見 我們護理付出的專業跟努力 生命影響生命 然後生命感動生命 我跟小朋友就是生命相互影響 跟相互感動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一再的重複 衛教的內容 雖然小朋友不是給我及時的回饋 只要他們在不經濟當中 給你一點點的回饋 對我來說都是極大的感動 那教學不在於說 我這個老師得多少獎 而是我要讓我的學生 能夠成為將來以後的 臨床老師有多少人 變成他們是精英 對這個就是也在我臨床 教學方面的理念跟期望 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說得獎 或是發了多少篇paper 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來自於跟同學的一個互動 希望不只是他們的老師 也希望是他們的一個朋友 那我可以隨時傾聽他們的一個心聲 我隨時可以給他們一些溫暖跟關懷 護理工作這兩個人很辛苦 你只要在護理工作上走過 未來你做什麼事都可以入獄得水 我們大概就是把病人當作親人看 對他多一點點的用心 這輩子就會少一些的遺憾 哪裡有需要我們 我就會到哪裡去 其實應該說人與人 就是建立在關係上 今天我們給予的任何的關係 如果只是純粹醫療 就太冰冷了 但是當我們給予一些 心裡面的安慰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時候 他們會很感謝我們 Mohaisubalai 他謝謝你所提供的給他的照顧